并且半夜的时候,萧衍之当真因为术后疼痛发了高热,一直梦逸昏迷不醒。 宋锦给他用温湿布退热,为退烧药,为灵犬,给他学位按摩,一直折腾到接近天亮。 萧衍之烫人的身体才渐渐恢复正常,但时不时总能听到他梦逸出声。 有时大喊宋锦的名字,有时喊着刺小家伙的名字,有时又大喊别走两字。 不要,你回来。 宋锦坐在看边,听着萧衍之的一语,紧皱了眉头。 犹豫要不要仰手给萧衍之一个巴掌,把他给打醒,不过最后他还是没有下手,而是重新去厨房换药煎药。 萧衍之一直沉于梦眼,到第二天紫叶才醒过来。 醒来睁开眼,正好看见宋锦坐在他身边,神色复杂正盯着他看。 你想听我答复? 萧衍之梦眼两天,宋锦听到他叫唤他名字不下十次,看来对他是认真的。 三年,三年之后,一切自有答案。 书本落户三年之后,萧衍之才高中状元, 但是现在因为他,萧衍之刚落户,双腿就提前治好了,足足提前了三年。 接下来的剧情会不会按照书中发展,他不知道,但是他必须提防着。 老姐。 三年之后,你要是还是新月王,我答应你未尝不可。 他处事向来干脆,不喜欢拖泥带水,既然他对他有意,他对他也不是铁石没有感觉,他也不会矫情。 萧衍之没有因为这句而欣喜,因为这话充满着宋锦对他怀疑与不信任。 若是宋锦信任他,他只会回答好与不好。 宋锦说出三年之约,其实与婉拒他没有区别了。 阿锦,别走。 眼见宋锦起身就要离开,萧衍之心口一阵窒息难受,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扼住他的手腕,出于本能猛力以待。 不敢相信,自己被壁咚了,他被壁咚了,被萧衍之壁咚了,被男主壁咚了,只不过这个壁咚有点不一样,萧衍之在下,他在上。 阿锦,我…… 萧衍之冲动将宋锦带入怀后,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,慌乱想解释,却不知该解释什么。 他推开他禁锢在他身上的双手,慌乱跳下地,然后站在亢边,恼怒瞪着萧衍之。 阿锦,对不起,我情不自禁才…… 萧衍之不说话还好,越说话,宋锦脸颊越发滚烫。 以后再敢乱来,我就把你手多了喂狗。 丢下话,慌乱逃了。 不逃不行啊,他差点就与萧衍之亲上了,二人鼻尖都碰上了。 只要想到二人方才的画面,他就一阵心乱如麻,全身血液宛若倒流了一般。 行儿瞧着君子作态,没想到,是个不险善不漏水的。 宋锦躲回厨房后,就进入空间,泡在灵犬里一阵骂娘。 不过,越骂声音越小,宋锦在空间里泡了一个时辰,才病夭夭出了空间回到萧衍之厨房。 只不过,他回到厨房没多久,一只竹箭嗖一声从窗帘飞进了厨房,夹带着一张竹纸钉在地上。 他迷惑地捡起纸张,低头看去,果然看见纸张上画着他不认识的蚯蚓。 这是,叫我出去?不会是怀疑我了? 虽然不认识纸张上面的字,但是宋锦能猜到赵钱是叫他出去。 至于出去做什么? 芭城与他在巷子里暴露真面目有关。 果然不是好糊弄得住。 少公子,您大半夜将我约出来,所为何事? 阿姐,我要你做我女人,跟我走,你愿不愿意? 宋锦闻言,心口咯噔一跳,大笑再也撞不下去了,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。 少公子,你鬼附身中邪了? 啊,见鬼了吧?男主向他表白,现在男配也看上他。 赵钱几个大步就走到宋锦面前,手掌心摊开,露出一对龙凤双配。 这是我母亲的遗物,你若收下就是我赵钱的原配,一辈子无人能及。 看见龙凤双配那刻,宋锦直接被吓得后退好几步。 我不愿意。 先不说,这男人是不是因为发现他的真面目才看上他? 就是他看上丑帽的他,他也不会嫁给赵钱。 开玩笑,他一直只是将他当皇帝敬着,可从来没想过做皇帝的女人。 皇帝的女人岂是那么好当的? 而且,这男人将来可是后宫家里三千,他是傻了还是心大要与三千女人共享一个男人。 赵公子,我当做今夜这事,没发生过。 宋锦压根不给赵钱反应的机会,丢下一句话就要离开,阿尔阿萨阿萨突然拦了出来。 你们想做什么?我不愿意,还想将我绑回去不成。 你误会了,我只是让你好好听爷说完话再离开。 其实,阿尔很心累,他原本以为他们爷只是来证实宋锦脸上斑点的事。 哪里知道,他们爷会对宋锦表明心意。 我不想听,我还是那句话,我不愿意。 为何不愿意? 因为不喜欢你,所以不愿意。 抱歉,我一直拿你当兄弟。 你拿我当兄弟,可是我赵钱却当你是心悦的女人。 这是他第一次心悦一个女人,而且他很清楚自己是动了真心。 我不能因为你心悦我,我就必须要嫁给你。 你想将我抢回去,关进金丝龙养着吗? 你说你心悦我,那我问你,你可愿意舍弃一切,一辈子陪我做你腿子吗? 你可愿意,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人。 如果连你都不知,自己做不做得到,就不要轻易破坏了我们如今的关系。 其实,从第一次遇见,我就猜到你是谁。 所以我很愿意赠予你,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,助你成就大严。 说完,宋锦绕开阿尔达门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赵钱则被宋锦最后两个灵魂拷问,问出了,征战在原地久久失神。 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宋锦问的那两个问题,没有想过一辈子留在很黑村。 更没有想过,回到皇宫后,一旦坐上那个位置后,能不能一辈子只要送紧一个女人。 爷,要动身吗? 阿尔看着他们爷失魂落魄的模样,一脸担忧。 动什么动?我说过要动身吗? 阿尔被吼得眼皮子一跳,不敢再出声。 最后,只能哀声叹气,跟着赵钱回去村尾房子。 当赵钱将自己锁入房中之后,阿尔阿萨阿斯飞上了屋顶。 爷为何不愿回去? 你问我,我问谁去? 我觉得爷不愿回去,是那个地方太脏了。 回去那里,人心容易变脏,爷不想变脏。 可金石石回去的最好时机啊,否则等龙椅那位出点什么事儿,一切尘埃落定,爷再回去就于事无补了。 阿尔忧心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当今皇帝二十七子,不乏手段阴狠毒辣的。 万一皇帝出了什么事,他们爷就回不去了。 再等等吧。